6月7号2023年全国高考将会拉开帷幕 全国高考的报考人数为1291万人 比去年增加98万人 是有史以来的最高 人生充满着挑战 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 在每一个人生的重要关口 我们只需要敬意而为 不留意而为 行路南最后说了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翻弃沧海 不过错过出头 不过完事后方 不过青春理想 我以青春的名义 赵春全市 充满激情 造势安兵 十年寒风 我已经进入到了春桥 事与风浪 外国的青春 是 要有很多的 那么 你现在就像 一样 了 对 我 写的 我 就像 一样 我 写的 我 感到焦虑 克服焦虑最好的方式 就是抓住每一个当下行动起来 无论是正常考试还是高考 都把它一样的动态 前方未定 你我接着黑马 批你全力 批到最后一场 说不定我就是那些黑马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必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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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得 不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